中華五千年 由藝便利主持 張偉國讚稿 鄭啟明編導 石虎暴政 正當偏安綱的東進政權 在黃道、溫喬、羽諒、痴監、陶罕 這些大臣的領導之下 先後評定了黃敦、蘇晉、祖約等地方軍閥的叛亂 加上得到南方豪族大勝 和由北方避難南移的移民支持合作 辛苦經營 經過晉元帝司馬裔 晉明帝司馬兆 晉成帝司馬燕三代二十多年 政權已逐漸鞏固 當時北方中原地區 揭人首領石勒已經逐漸消滅了中原東半部的其他葛具勢力 控制了今日河北、山東兩省和山西省中部、河南省東部 自稱趙王、石勒、定都商國城 即是現在河北省南部的迎台市 當時中原西半部 即是關中、陵西地區 仍然由兇奴首領劉耀統治 劉耀自稱大趙皇帝、定都長安 後人習慣叫劉耀的政權做前趙 叫石勒的政權做後趙 前趙、後趙以山西南部的平陽、墳陰 和河南西部的宏龍、洛陽為界互相爭持 到了晉成帝、咸和三年 即是公元三百二十八年 前趙、後趙在洛陽決戰 前趙皇帝劉耀兵敗被擒 後趙誠聖攻陷長安、前趙滅亡 於是石勒的後趙統一中原主要地區 晉成帝、咸和五年七月、石勒稱帝 當時後趙統治範圍,南到淮河秦嶺 西到隆西金城,即是現在甘肅的蘭州 北到丘州如陽,即是現在北京以北 東到青州渤海 石勒將首都搬到葉城,並且重修落陽,稱為南都 據進書記載,當時東北方的高歐麗、宿慎 宿慎即是女真人的另一種譯法 和鮮卑等等的部落 還有西方的高昌、淤田等國家 亦向後趙顯示入貢 後趙和剛左的東進 加上割據益州、巴、淑、漢中一帶的城漢 成為頂足三分的形勢 當然,當時還有邊疆若干小規模的割據勢力 但是這些割據勢力暫時無足輕重 對東進、後趙、成漢、頂足的形勢影響不大 石勒在統一中原之後五年病死 當時石勒的侄、中山王石虎已經掌握軍政大權 一年之後石虎逼石勒的兒子石宏退位奪取帝位 石虎是十六國時代著名的暴君 他為了鞏固政權 強迫幾百萬百姓由中原各地遷復到首都葉城周圍 如果百姓反抗就受到屠城委員之禍 石虎為了討伐北方的鮮卑慕士部落 以及南方的東進 於是在民間徵兵規定五丁取三、四丁取二 連龍西山區的低仁疆人部落幾十萬人 也調到葉城附近防守 低仁由長陶洪 又叫附洪 即是附堅的祖父 以及疆人由長姚逆仲 即是後巡開國君主姚祥的父親 因此也成為石虎的將領 葉城周圍團兵五十幾萬 石虎以為政權從此穩固 但是史書記載 當時兵役繁眾 軍旅不適 加上九漢、穀貴 一斤金只可以購買兩斗米 百姓生活非常艱難 而公卿官吏貪污舞弊 百姓之中十戶大約有七戶得不到溫飽 不過石虎為了表現大趙政權的聲勢 大量興建宮殿圓林 只是興建葉城北方的華林苑 已經發動了十六萬民庫 其中幾萬人因為在暴風雨之中工作而死亡 在暴風雨之中 在暴風雨之中 葉城的新城牆, 還有幾個月就可以完工了 到時城牆連接華林縣 場外就有漿水環繞 又有數千斤重的大鐵門 到時, 都城真是有金湯之故 還要多少個月, 太慢了, 太慢了 陛下, 微臣已經蒸發葉城附近十六萬男女 還有十萬牛車、馬車 可以晚上也做了, 多加點火把就行了 那是真子 如果有人這麼偷懶, 將他處死以警校友 可未託佛, 陛下何必動怒 陳法師, 你又有什麼想說 陛下, 請聽老和尚一意 說吧, 說吧, 說吧 佛法慈悲為華 陛下既然信奉佛法 應該時常思念百姓陣火 陛下, 看看, 百姓已經這麼辛苦 陛下何肯再吹逼呢 哈哈哈哈哈哈 陳法師, 你太慈悲了 一團術師, 吳俊對朕說 他說, 照天象推策 胡運將須, 俊運當興 朕應該要俊人受多些苦 克制他們, 以免他們復興對我大趙不利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創生, 雕跪, 陛下於心口 只要祝好城牆 誰能損害我大趙基業 哈哈哈哈 進來 下令盡快趕走 如有遺亢, 殺無赦 終止 阿彌陀佛 烈毀恭兄 葉成的新城牆已經建成 朕一統中原 除了梁州張松華 遼西慕容坊 和江左司馬氏小子 還富裕頑抗之外 天下萬國歸乎 只要討平張松華慕容坊 和司馬氏為嚴 就可以天下太平了 萬歲 萬萬歲 哈哈哈哈 陛下, 如今天下安寧 高祖雖然有此創之功勞 但是建立大趙基業 實在是陛下的功德 嗯 葉成重建 乃是國家聖典 如果沒有美女侍奉侯侯 又怎麼可以向天下人 表示陛下的威德呢 沒錯 哈哈哈哈 張群, 你說得對呀 侯侯的確需要有多點美女 哈哈哈哈 你就替朕下趙民間女子十三歲以上 二十歲以下 全部送來葉城挑選 哈哈哈哈 真子 過幾天 朕要去華林院授獵 你請一些僧侯去齋界超渡忘魂野鬼 是的 美神正子 美神正子 嗯 哈哈哈哈 華林院改建之後 確是比以前大有不同 啟稟陛下 嗯 美神已經在各郡 挑選了美女三萬多人 送來葉城 等候陛下分配 哈哈哈哈 張群, 你辦事果然迅速啊 美神為閉下校犬馬之路 又豈敢失職呢 好 好好 哈哈 不過 其中有九千幾人 就已經有丈夫了 不過美神見他們知識過人 所以一起送他們來葉城 哈哈哈哈 有丈夫就有丈夫了 不要緊要 將他們的丈夫殺了 全部送入宮中 還有啊 叫王太子挑選幾百個去侍候他 真子 嗯 請陛下到大殿上香 你是誰 貧尼是京師的比丘尼 奉命來華林院替陛下超渡忘魂 哈哈哈哈 這個比丘尼 都可算是絕色美人 哈哈 好 你來侍候朕 哈哈哈哈 廢下 廢下 不要啊 來… 人來 好 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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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放了我 所有人都出去 不要騷擾朕 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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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嚴刑進法 怎能肅稱海內 怎能情治作奸犯逆之人呢 佛法戒殺生 又怎能警戒兇環呢 有罪不得不殺 有惡不得不應 陛下講得有多理 但是藍絲捕虐殺害無辜 就算陛下傾天下財富 天天留心法事 恐怕也不能解除禍殃 老和尚希望陛下發慈悲之心 減省欲念 則佛法可以昌盛 福祖可以長大 好了… 朕以後留心去了 後召皇帝石虎荒淫無道 只知保有搜刮得來的財富 他以為鞏固首都葉城就可以安享富貴 當時尚起貴族 夏至官吏 都以守刮為能事 中原各地百姓開始有人聚眾反抗 例如關中安定縣人侯子光 借佛教為號召 自稱佛太子 他說自己由西方大秦國來 做東方小秦國國王地說 還在道遠山區聚集幾千人喜事 另外又有河北貝丘人李宏聚集幾千人喜事 但沒多久就被石虎派兵平定 石虎本身信仰佛教 對西域天竹國 即是現在印度地方來的僧人佛徒程十分尊敬 佛徒程也就是剛才劇化片段之中 勸奸石虎不要殺戮無辜的情和尚 或者叫做情法師 佛徒程雖然不肯討好石虎 但由於當時的貴族 平民都感到不滿現實 心靈空虛 希望求福即得 又相信報應輪迴 所以佛教在中原大行其道 而佛徒程本身聲望又很高 因此石虎都要對佛徒程表示尊重 佛徒程有一個著名弟子 就是河北常山郡符柳縣的道安和尚 後來是成為中原佛教宗師的 道安在石虎死了之後 中原大亂的時候千居襄陽 發展東進佛教 佛徒程在石虎在位末年的建武十四年 也就是東進永和四年 公元三百四十八年病逝業成 石虎晚年性格更加暴雷 太子石垂因為策劃謀殺石虎 被揭發處死 石虎改立石孫做太子 但是太子石孫妒忌弟弟石濤得到父親石虎寵愛 於是暗殺石濤 石虎知道之後非常震怒將石孫處死 而且將皇太子侍衛十幾萬人調到邊疆梁州 這十幾萬人到達雍城 即是現在陝西省西部的鳳牆 由首領梁獨帶領發動兵變 關中國地十分混亂 梁獨叛軍直出咸谷關 圍攻落陽 石虎建營勢危急 派燕王石斌率領禁軍將領 李農石敏等等領兵徵土 又徵調低人尤長蒲雄 僵人尤長姚奕仲領兵協助 終於平定梁獨的兵變 梁獨被殺 當時石虎已經病危 沒多久石虎病死 在位十五年 又指石勢繼位 當時石勢只有十歲 接著皇太后劉氏和鎮衛大將軍張柴聯合 發動政變 誅殺丞相石斌 於是皇太后劉氏和張柴控制業成政權 而鎮守各地的將領 例如石津、石敏、蒲雄、姚奕仲等等 大為不滿 石津是石虎的兒子 當時鎮守關鍾 首先起兵升土張柴 石敏也起兵支持石津 進攻業成 沒多久後業成攻破 石津、石敏、諸殺丞相張柴 廢留太后和石勢 而十歲的石勢在位只不過三十三日 接著石津即皇帝位 任命石敏做副國大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副政 石敏本來是漢人 他父親原本姓艷 叫做艷良 是藝棍內皇怨人 因為被石虎收養 所以石敏便成為石虎的養孫 石敏長大後成為禁軍高級將領 由於平定梁獨兵便有功 所以相當有威望 有一日出身禁軍將領的大司馬李農 有時和石敏商量 富國將軍有甚麼事這麼悶悶不樂 唉… 近來主上聽信中書令孟准等人殘言 要奪我兵權將我報下將士調到外地 而且主上暗中與石鑑商議要誅殺我 幸好被還官揚環偷聽到向我報告 李將軍你說怎麼辦 這樣啊… 將軍 你雖然是碩士忠實 又替主上立下大功 但將軍不妨看清楚這塊鏡 你分明是晉人 相貌和扶揭不同 是…我並非心眼高鼻 我是晉人 這件事人人都知道 你知了 將軍原本姓嚴 只不過令尊被先帝收養 所以改姓石 石氏忠殺 何時當你是兄弟啊 呃… 主上當初借將軍的兵力奪取天衛 答應將軍事成之後 立將軍為皇太子 但是如今就立了自己的同胞石燕 何時有放將軍在眼裡呢 豈有此理 忘恩負義 石氏骨肉傷殘 借助將軍替他們爭奪 今天他們不敢加害將軍 就是因為石包團兵長岸 石蔥團兵繼承 國懷非分之深 所以主上對將軍 就不敢輕舉妄動 如果他日平定了石包石蔥 將軍就更加危險了 那會應該怎樣呢 將軍可以先擁立石鑑 逐步剷除胡人的語役 到時基成素 然後起兵反正 和江左烈落互相呼應 到時中原平定 將軍就可以命遂千古了 是 我要光復中原 秉承先祖為分 大陸 涉胡錫氏父子空殘無盜 虐待我中原百姓 本將軍已經先後將石瓶、石鑑兄弟誅殺 今日中原光復 各位無須再受胡人欺凌 本將軍準備集吉祭天 見國號為大毅 而且顯示向江左報告 各位 我們大開業盛盛門 城內竭湖與我大毅不同心者 立即出城 愛鎮胡人有不服者 可以領兵來與我大毅決戰 殺死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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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闖死胡人 殺死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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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照禁軍將領 掩敏 在石虎死了之後 趁著石氏兄弟 骨肉傷殘 在業城發動政變 先後殺死石津、石鑑建立魏國 當時是晉木帝永和六年 即是公元350年 阎敏對胡人實行報復 凡是相貌似胡人的全部誅殺 幾十萬人因此被害 其實阎敏的大魏政權 只能控制業城和附近地區 而中原其他地方的胡人 也紛紛起兵報復 於是各地漢人也慘被誅殺 不少中原漢人因此逃難到南方 投靠東進 又成為另外一次的移民潮 業城的大魏政權 被揭人、堤、僵、鮮卑等等 聯兵圍攻 差不多每個月都有戰爭 而對於中原的混亂情況 東進執政者又坐視不理 希望助收愚人之利 不肯發兵援助 據進書記載 當時中原紛亂 百姓只有十分之二三生存 由於中原混亂 東北方的鮮卑慕容士暴落 在尤長慕容晋率領下 佔據歐洲的繼承 即是現在的北京市自稱皇帝 建立歷史上所稱的前燕國 帝人遊長蒲雄亦失領部屬十多萬人返回關中 佔領長安 建立歷史上所稱的前秦國 業城的大魏政權 在四面受敵的形勢之下 雖然一度佔據落揚 但由於內部不和 染敏殺死李農 加上長期戰爭實力虛弱 終於在東進木帝永和八年 即是公元352年 被前燕大將慕容確所滅 而染敏立國前後只不過三年 好了 前燕滅了魏之後 千都葉城 逐漸佔據太行山以東的中原地區 前秦皇帝福建 福生 也逐漸控制關中一帶 於是前燕、前秦、瓜芬中原 和南方的東進頂立 中華五千年之石虎暴政 是由李在堂、林有榮、陳炳球、周映 蔡雅閣、曾永強、簡慧安、莫家驅等聯合播演 現在已經以播放完畢 我便是在堂 hunting 與人 발생訪生的巨函 而是用心圓牧肯 慢慢中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